人类的发展离不开能源,纵观人类发展的历史,其实就是一步征服自然,开发和利用能源的历史,而随着人类的不断发展,地球上的能源面临着枯竭的危险,寻找新能源成为人类的重要客席,自人类发现核能后,核能巨大的能量成为人类追求的目标,如何利用核能就成为人类梦寐以求的目标。 核电站,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的,1951年,世界上第一座实验性核电站在美国建成,我国核电站的建设,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1985年,我国子行设计建造的手台核电机,在秦山核电站组装,1994年建成并商业运行,使我国成为弃美国,英国,法国,前苏联,加拿大和瑞兰。 全球第七个能自行设计、建造核电机组的国家,经过30多年的艰辛发展,我国的核电水平,从最初已经国外技术开始,通过消化、吸收,全面实现了自主设计、自主制造、自主建设和自主运营。 一举从中国制造化入了中国创造的新阶段,1999年7月,年8初只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压水堆和电品牌,ACP10000,实现了我国核电自主品牌的历史性突破。 自此,我国核电技术进入高速发展期,2012年11月,按照国际上最新安全标准的相关要求,我国自主创新研发的三代核电品牌ACP10000,将通过专家严格的评定审查,标志着我国的核电技术, 宽入世界核电第三代先进技术行列。 2014年,我国两大核电巨头企业中广核和中和成功研发出更为先进的华龙一号核电机组,从设计制造到了运行维护,全面满足了第三代核电对安全性和经济性的要求,尤其是在安全性方面,使用大容积穿衡安全壳,一旦发生事故,非能动安全系统, 即会自动投入运行,分别执行预防对新融会,保证压力容器的完整性,支持侦霸器二次测冷却,保证安全科部超温超压,消除氢气爆燃及爆炸风险等安全功能。 在事故后72小时,不干预,也不会发生,诸如剧本辅导的灾难新事故。 此外,华龙一号还能比喻大型商业飞机撞击,在某一系列安全系统受到飞机撞击后,还能够保证另一安全系统能够正常运行。 可以说,华龙一号设置的安全级别,已经达到了世界级先进水平。 如今,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正在广西如火如荼的建设之中,2020年将正式建成投产。 5月23日,华龙一号正式完成调装穹顶,直径达45米,重量超260吨的穹顶,稳稳地安装了在45米高的核岛厂房的顶部,标志着华龙一号项目进入到一个选新的阶段。 在第三代核电技术研发和建造的道路上,沃谷和丢科研技术迎头赶上,从自门级新手开始,终于在第三代核电技术的发展中,走在了世界的潜力,成为世界第三代核电站的先行者,赢得了众多国家的青难。 巴基斯坦,英国,南非,巴西等越来越多的国家,对中国的华龙一号产生了强烈兴趣。 欢迎大家发出您的认识,欢迎大家评论,关注我们,或许您关心的讯息。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放稳提起留言,或许更多相关资讯。